自從有了普悠瑪號直達台東 其實真的是越來越省時間 不過呢一票難求的問題仍然沒有獲得解決 那麼現在台鐵沿尼取消普悠瑪九折的優惠 而自強號在降價3%的方案 希望能夠拉大票價差距 不過這個規劃呢受到外界的質疑 台鐵在今天表示一切都還在沿尼當中 普悠瑪號上個月中台東直達車開通了之後 雖然通勤時間真的縮短了 不過不少民眾抱怨車票真的好難買 對此交通部長葉匡時接受媒體訪問時候表示 除了要求台鐵增搬 普悠瑪與自強號也應該要頂出價差 媒體報導台鐵目前擬江9月起 花東與南回自強號不分時段 將降價3%來回票再打9折 而在年底前取消泰魯格號普悠瑪號來回票 9折的優惠拉大票價差距 不過對於這樣的說法 台鐵9日表示目前仍在演繹中 就是一定有個大方向就是還在演繹中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要交通部核定了 因為一切的都是要照法定的程序來 我們還是等交通部正勝事事的核定了以後 我們才能公告實施 以台北到台東為例 目前單程783元來回票 9折優惠是1409元 票價調整之後自強號除了原有的來回票 9折優惠再降價3% 普悠瑪號則是取消9折優惠 一趟來回票價就差199元 對於台鐵擬採拉大票價的差距 與紓緩普悠瑪一票難求的問題 民眾有不同的看法 普悠瑪對我們來說是方便 而且就是快然後又便宜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需要取消 去買票 台鐵馬上票就秒殺 每次沒有搶到普悠瑪 這樣子就很不公平 對 因為兩個速度明明就不一樣 結果價錢是一樣的 這就非常不合理 交通不便是花東居民長久以來的噩夢 拉大票價差距是否真的能夠解決問題 恐怕還需要更細緻的討論 有電TV綜合報導